不少学生觉得读中史要记大量的文字 或者觉得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没有需要去读 这位老师的教学故事 将会令你对中史课改观 得过行政长官卓越教学长的 陈爱尼老师认为 中史课其实可以读得很活 读得很精彩 陈老师会设计很多有趣的游戏 在教授国共内战的课题时 他就带领学生进行分组拍卖的活动 让学生明白中共建国需要的条件 你们自己推论 底价最贵的就是这个300元 1949年你觉得一部偷听戏能不能帮毛泽东去建国呢 100元的 好来了 100元 100元 小智健庸100元就想带了个偷听戏给毛泽东 杜主席 好 做朋友 一次100元 两次100元 三次100元 没得了 100元成价 我会在课堂里面 我会和他们进行很多活动讨论分析 辩论思考等等 或者是话剧 特别是高中 基本上全部平日都是玩分组活动为主 我手上就有很多上堂我们讲书的内容 有不同的上次讲的简报 历史的片段和故事 现在每一组我派发一份 但是次序都乱了 那就要考考大家了 帮老师顺着诗序 将由上堂我教书内容里面 最早发生的历史事件 派到最近代的 没得了 都是差一点 没得了 差一点 好 第一张是哪一张 第一张 其实可以跟回一个年红 四年红 四五年 四八年 解放军过长江 过了长江才能打倒 陈老师设计的活动 都是用来帮学生明白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 试过给学生除了讲完孙中山的贡献之外 这是很基本的历史知识 我就会让他们试试接中山庄 我们在里面不是单单玩一个摺子的活动那么简单 而在里面当学生接完之后 明白到原来中山庄 是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加明白孙中山个人的特质 就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历史人物的重情 陈老师就用了很多新穎的方法教中史 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院士 本身是中国历史及文物收藏课程总监的 李宗鸿先生认为 历史其实是很具体 可以触碰的 人可以用双手来触摸和找紧历史 透过文物去了解中国历史 是有一个特别之处 第一就是说 你是有一个很实际的实在的东西 一件艺术品在你面前 令到你是反思了 原来古代的人生活这么有品味 这一件是唐代初年做的文物 距离现在已经有1300年历史 一个双龙瓶做出一个希腊罗马瓶的风格 但是有中国的两条龙的龙瓶 然后我们去印度的狮子的圆形 一个中东印度的狮子的铁花装饰 透过观察和鉴赏文物 可以很具体认识到 唐代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很频繁的时代 学中国历史是很实在的 处身古迹之中学习 可以令学习历史活潑起来 今天这间中学的同学就来到摩星岭 参与野外定向追踪 亲身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遗迹 生动有趣地去了解历史 你们今天来做什么 玩 我讀中史也挺好玩 我觉得应该是以前英军打仗时用的军事用地 今天我估计最主要是探险这些军事遗迹 作为check point去每个逐个逐个探险 平日在课堂上 我说不到给他们听这里的处境 来到的时候 当他们接触到实境的时候 我想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他对书本里面说的东西 他会比较上有立体的形象 第二就是那种情感 就是他接触过这里 亲眼看到哪个地方烂了 那地方为什么这么大呢 原来那是一个炮台 当我宣传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那个炮台有整个班房这么大 他们一声 其实对他们来说 我想很吸引 除了可以去到摩星岭 亲身触摸历史遗迹 同学也可以到内地看中国历史 过程一样有趣 我们学校也有举办历史考察的团 其中例如我们去过南京 南京一定会去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令学生能够亲身体验 这个纪念本里面的一些布置 一些鞋骨 应该令学生对于抗日战争的一个 慘烈是有更加的认同的 不同中学都会不时安排内地历史考察 这间中学就正为他们 来到苏杭的考察做准备 我会相信 待会同学讲完苏州和杭州的资料 我希望同学有一个初步的掌握 到底我们去到苏州和杭州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要留心的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在每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地方 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典故 好像乌层一样 它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典故 高中中国历史科 必修部分分为两个 分别为上古至十九世纪中叶 以及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 修读中史科 让学生可以对中国 如何发展为一个 现代化国家的脈絡 有全面的认识 另外 选修部分 共有六个单元 认识了中国历史脈絡 其实对学生的全人发展 有什么帮助呢 研究中国及香港历史多年的 岭南大学刘志鹏副教授 在大学执教了二十年 并参与多项公职 他非常强调中史对同学的重要性 通过阅读中国历史 首先我们会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过去 才知道为什么会有今天 今天是由过去走出来的 另一件事 其实里面很重要的是 明白中国人是怎么做事的 因为我们的基因 除了是自然的基因之外 其实我们有文化基因 我们有历史基因 我们一代一代传来 我们大致上有些事 我们是这样做的 读读中国历史 其实你会掌握的 原来我们二三千年来 都有一些可以上下贯穿的 例如价值观、工作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是从中国历史里面 是可以学到的 近年来 不少年青人积极参与香港文物 及历史建筑的保育工作 显示他们对所居住地方的感情 本身是一名建筑师的 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主任 李浩然副教授 一直致力香港历史建筑保育 他认为 读历史对他来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要认识香港的历史 不可以不认识中国的历史 因为我们香港 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说 你不读中国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 是不可能的事 历史不是等于保育 但是你没有历史 不行 因为历史是给你带来 保育的 做一些专业的决定 基础 你没有这个 广泛历史的知识 你是做不到这方面 而且这方面 不仅是在保育那里需要 现在见到建筑 建筑设计 都需要这方面 不仅是技术上可以搞定 你要知道 如何令到一个 是一个人觉得有深度的建筑设计 可能你要用历史的理据去解释 李中虹先生 现时任教不少中国历史课程 当中的学生大都是成年人 而且不少是专业人士 为什么离开校园之后 他们还要在公园 报读一些中国历史的课程 其实在我众多的学生之中 都有为数不少的同学 跟我反应过 未读中国历史之前 他们甚至乎回到内地 谈生意或者在外国 跟他们开会 遇到某些问题 外国人或者内地人 会觉得他 以为他一定懂 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事件 当你将来晋升到某一个职级 你要代表公司去赞写股东报告 你要代表公司去赞写一些演词 你作为公司的主席 作为公司的高层 去出席外国的交流会议 除了商业 其实会包含文化上 这件事在世界上很看重 有很多学生跟我说 尤其是成人 学生 他们说 不多不少是会出现到这个场合 就是说需要引用到中国历史的典故 如果你是武装自己 去读中国历史的话 我相信问题是会迎人意解的 如果同学可以活学活用中国历史 除了可以在当中 找到无穷的乐趣之外 对将来投身社会 都一定大有帮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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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